《溝片與大片》 歡迎大家收看《溝片與大片》 看到我最近的雜數又少了 看到我現在一身皮膚古銅色都知道 最近忙著去打球 沙灘排球的諸如此類 今天就會講日本新浪潮 其中一位導演 金川昌平的一道作品 可能持續幾集都會介紹其他導演 例如《大島主》或《寧木青唇》 順便做個下集預告 因為今天錄影就打算錄下集 下一集會講一套 《蜥迷歲美人》 《睡公主》 據聞在康城拿了獎 所以我那天去都爆了彭 我自問自己就不知道 我去純粹給一個預告吸引 為什麼這麼吸引 大家看下集就知道為什麼 今天先講日本新浪潮 日本新浪潮據聞就是 因為看一些電影雜誌 以及一些以偏概傳的消息 甚至網上資料都說 我想他們將法國啟夢運動 聯繫了電影的流程 正如當初革命史是由法國所爆發 一樣 很多人所謂的電影學家 都會將全世界電影的新浪潮運動 就會追溯到法國新浪潮 之後就說他們的那群 杜魯福、高達那群人 就將他們的理論 以及他們的影片 都輸出全世界 令到很多電影人 即世界各地的電影人 慢慢都會接著一波一波 進行這個所謂電影解放的革命運動 雖然在我眼中就不是什麼革命運動 據聞就是由法國慢慢波及到香港 香港不是終點 慢慢又去台灣住 而日本就是第二浪 但是如果用這個目光去看 法國好像挺有趣的 你可以當這個故事來 一則傳說去聽 因為如果你考究日本本土 所謂被歸類到日本新浪潮的那群導演的作品 究竟是多少年出呢 大概可以說是比法國新浪潮少少 或者是同步的 其實我覺得就不需要太考究 究竟什麼法國新浪潮的影響力 諸如此類 因為其實你如果真真正正去知道 了解究竟什麼叫做新浪潮 一個所謂的新運動 其實就是要考究究竟那個國家 或者是那個區域本身 對於電影的概念 是不是有一個前與後的概念 劃分 譬如說法國新浪潮的 很明顯就是有一個電影的概念 劃分 本身在電影搜索成立之前的電影 電影業最主要來說 都是一種片廠制式 流水作業 還有一種純粹 這個都是我們途聽途說 因為我們聽杜魯福他們所說的 因為如果我們 應該這樣說 很少在那批被他們批評的電影 很少可以混入各個所知 可能有錯 如果有錯 請大家提點一下 他們這樣描述 搜索一下 他們上一代的電影人 所拍的電影 只是為了利潤的電影 裡面衝擊著一些很低能的 很低俗的劇情和笑話 其實當中有一種電影的概念之間 就開始有轉變 因為搜索一下 就把電影認為是另一回事 即是它是一種藝術 當然在搜索派裡面 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主張對電影 但開總括來說 他們是把電影歸類為某些概念 可以這樣說 他們是把電影和社會發展的狀況連起來 可以說 其實某程度來說 是回復俄國早期的 愛森斯坦和維爾多夫那種 對於電影那種傾向 把電影的所謂本質去盡量探討 即是開始有一個反思的事情 其實 通常那個概念的主面 在中間所謂的一個斷裂位 但這個斷裂也是一個扣連的位置 突然之間好像飛紫色皮 將兩樣東西畫開 但在另一方面 亦都是很有趣來扣在一起 而這個狀態是一個否定性的反思 在日本方面其實都是類似的 但他們的… 其實我們不應該… 我提倡就是 如果你要去讀新浪潮 或者想接觸新浪潮電影 如果單純用一個角度 究竟日本新浪潮和法國新浪潮有否相似性 是否有一個連續性 是否有些天然或者因果律的關係 可能似乎有些有限 我覺得更確實去… 真正去研究所謂一個本質性的東西 應該是看回日本新浪潮那群人 那個電影和他們本土的前輩 那群前輩拍的電影之間 是有甚麼相似之處 這樣可以比… 可能比法國新浪潮和日本新浪潮的對比更加好 今天會說的就是金川昌平 金川昌平拍過甚麼呢? 就拍過… 他是據稱很厲害的那個人 就是年史上… 應該是 史上就是唯一一個能夠連續地 拿到兩次看成金鐘… 最佳導演的一個導演來的 那…我要復仇 其實我都不太記得清楚了 那些資料可能出錯 那總之他就是… 憑著兩部電影就拿到一個 康城這個導演獎 定金鐘… 是的導演獎 他的作品還有很多 很多都很出名 譬如有日本昆蟲記 稍後會說的 朱與豪團這些早期作 還有就是我要復仇 七十年代的一套電影 是日本昆蟲記 是非常之出名的 突然之間震地一升這樣爆出來 之後後期就有遊山哲孝 漫月和這個… 赤橋下的亂流之類 其實現在就可以到這個位置 不如先說一些日事先 那… 金千昌平其實就是… 可以這樣說 在日本很多的所謂 被歸類為日本昆蟲那一輩的導演 很多都是跟隨過 這個… 所謂的一些老派的電影 電影導演 譬如四騎士 四騎士即是包括小林正樹 黑澤民 然後就… 糟糕都忘記了哪一個 然後就有… 這個… 這個… 小卓丹爾郎也是其中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重要的導演 因為其實他們的… 日本的司徒制都是很… 他們是要用片創… 首先日本是片創制的運作形式來的 而之後呢 他們的… 他們的… 工作…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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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就是… 是會將自己的所有… 生活時間 是完全投放在工作之中 所以呢… 而且呢… 他們可能延續回… 那種… 司徒制的關係 所以呢… 很多導演都是走到這個… 片創去… 去學做… 即是做長記先的 那… 金村昌平就非常有幸地 就跟了這個… 所謂的… 這個… 日本超級大師 小春安爾郎 那… 在正當…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可能… 我個人都很葡萄她 真的很妒忌她 哇…你竟然可以跟大師 那… 但是… 金村昌平 就非常之… 即是對這件事 覺得是非常憤怒 和怨恨的 那…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來呢… 其實他非常之恨小春安爾郎 那種… 所謂的… 作為這個… 電影導演的一個前提 而且都非常之討厭 他的所有作品 因為那時候正直就戰後了 那我們的… 今天要講的主角 金村昌平 那時候… 就是… 游手好走 讀書又不成 就是… 讀下大學 但是… 那些成績不是太好 那麼… 那… 在戰後的日本 亦都穿積著一個 徘徊拜雅的局面 那… 周地都可能是流氓、土匪、傑匪 那樣… 很多人都沒有犯開 而… 而因為沒有犯開 物質需要… 就… 更加強烈 在這個供求的減少之下 那… 都可能出賣肉體 或者做一些不法的生意 那… 那… 那麼… 那… 令到他就開始想拍戲 為什麼呢? 因為他竟然很詐異 看完就說了一句 為什麼三船問郎這麼差勁的導演 不是不是 演員 都可以比這個黑澤民調教得這麼好 可以直接跟他打交道那些古惑仔沒分別 這個黑澤民真是厲害的 他可能一方面發現了電影的趣味 另一方面也想去跟這個黑澤民 終於結果他竟然被重逐片廠投考 因為輸了猜包 他們竟然很熱氣地用包剪砍去投票 去決定究竟他們是屍從誰的老師 但最終他竟然因為輸了 就私從這個小樽浪爾郎 但其實大家都清楚 小樽浪爾郎那種皮城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些戲也發覺到 裡面的節奏非常慢 構圖是所謂是雕刻度 太過專注在很多細節的位置 令到如果你是 一方面你可以說他很小 但另一方面你會發覺到 它是很多地方都很外板的 出現這種情況 原來就是他很多時候 他會將一些鏡頭固定在某些位置 因為為了要遷就那些道具 不可以動動 而且那個機器是完美地 豁著完美地 符合他所預設的鏡頭 不動動 所以他要求演員跟著他的尺碼 甚至秒數 即是他可能會叫演員3秒 3秒之內去到哪個位置 4秒之內去跟別人說話 設好所有東西 把那些根本就是 令到整個 整個拍攝工作就好像機械化了 那金村昌平是非常之真 另一方面也曾經說過 戰後日本根本都未出現過 像小樽所拍的那樣白雪雪 那樣白雪雪的 即是那些榻榻米 即是日本人慣上來 鋪地那樣的家具 而且根本就沒有出現過 這一種這樣的家庭 他認為小樽是一種 追求一些過份形式化的 一些空洞無密的導演 而且最令到金村昌明 更加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金村 就不知道死了一個媽媽 那就是中風死的 那剛好他又要去拍晚春 還是春晚秋 那就是適逢這個小樽 原來拍一個場景 就是裡面的女主角的老母 就是中風死的 那在拍攝當中途 金村昌明就可能被觸動到了 那就是去了廁所裡哭 那怎知道小樽就剛好又去了阿寮 那看到有一個人又哭 就說 喂 他可能前提就是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金村的老母已經 因為中風就不得離開人世了 他竟然這樣說 就說 哇 你覺得 像不像嗎 拍得 那金村就非常憤怒 那除此之外 還有還有最後一筆 就是講完這筆之後 就應該要正題說日本昆蟲 因為我都講到口臭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八道 或者Wiki那裏查回這些日事 只不過 即是說出來是有壓時間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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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因為日本說 這句思徒仔 其實你 如果比較出色的一些座道 其實是可以嘗試去提交劇本 去給那個導演去審查的 那金村就寫了他的一個作品 也是構成了日後的一部成名作 《朱與君南》 我剛才有沒有說《朱與君南》 《朱與君南》的劇本 就讓他們看 就是讓他們過目下 那誰知道 小樽就說 哇 你這個是不是劇本來的 裏面全部都寫了一匹那些 追蟲的人物 即是根本毫無延遲 裏面的人都毫無美得 完全是 其實大家可以這樣說 小樽和金村所傾向的 拍出來的作品 完全是相反的 搞得小樽就很不開心 那金村就回了一句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這麼爆 在小樽面前可能真的說了一句 我就將會寫的追蟲致死荒憂 他亦都 往後的作品都發覺到 他其實都是 專注寫這種人物 一些融才 或者一些 三樓九構的人物 日本昆蟲記 都是類似的視野 不過很有趣地 其實金村槍皮 應該就是拍完《朱與君南》 兩部都是發生在近期的作品 如果說《朱與君南》 是非常男性的一個電影 因為裏面是說一個小運運 一個男生 做一個流氓 負責看朱的幫黑社會 誰知道搞出大頭佛朱與處去 裏面相當之有人干氣 裏面那些混鏡 亦都相當之有一個紅豆豆的力度 但另一方面 《朱與君同紀》 就反過來 有非常女性的角度去看這部戲 但這種女性角度 亦都是非常基層化去處理 他不會像小樽那樣 去描述中產階層的生活模式 而且日本《昆蟲記》的比較有特色 就是在裏面 金村槍皮 用了一種偏年史的方式去拍攝 而正正這一種偏年史的方法 你會發覺到他裏面 不經不覺 人物角色會隨著那種時間的層底 突然間變裝 即是由童年 突然間講了童年的經歷之下 整個故事的進程很快跳到下一段 但在交代了一年份之後 你會發覺到竟然有不同的角色 或者角色已經扮演了一個老妝 去承繼之前的角色的模樣 完全是兩回事 這一種的褪變 其實跟昆蟲都對提 除此之外 其實最主要來說 我覺得就是 其實金村是用了一種類近乎於動物生態學的視野 去組織整套電影 而且甚至他裏面是製造了一個類似食物鏈 或者是一種日本仔很喜歡 如果大家有留意日本劇集或者漫畫 他們都有一種觀念 是一種循環性的 一種好像解不開的結構 很多人整個生命永遠都會在循環裏面 可能這是來自佛教的一些輪迴的概念 但在這套戲裏面 都是有類似傾向的 整套戲其實是說什麽呢 就是說有一個女生 其實一開始不是說 視野不在那女生 首先是說有一家人 就突然之間爛生了一個女兒 但那個爸爸也很質疑 究竟這個是不是他的女兒 因為原來之後發現 觀眾和男主角同步地 隨著導演時間的安排 會發覺到原來他老婆是死出截運 經常跟人搞關係 所以究竟他懷著的胎 是誰都不知道 但無奈這個男生就熟下熟下 很快她的女兒終於出生 那個女兒出生之後 她的女兒慢慢長大了 她的女兒大概到青年時期 或者少女時期 他們的家人決定把她 許配給村裡的一個大地主 為什麽呢 純粹是一種利益的想法 因為她是一個大地主 如果跟我們有恩親的關係 起碼有些著數 慢慢地她的女兒很快 又在大地主的家庭 又逃了出來 又出到工作 慢慢地她和那個地主 又生了一個女兒 那女兒也寄養在農村 而她又出了城路生活 慢慢地說回 這個女兒如何在城路生活 希望她透過賺錢 可以養到她的父母 起碼可以多買一間屋 給自己的女兒和她的父母住 其實都不關母親事 只剩下她的女兒 因為她也不太交代 她母親之後就去的人 那裏面整套戲 其實比較有幾個觀點 重要之處就是 裏面在電影早期 是安插了一個 幾奇怪的一個裝置 或者一個道具 那裏面是一個女神 在村裏面所有人都要擺這個女神 而這個女神 即是說這個村莊的人 是把女神 視為一個他們的最早 一個神話來的 一個神拜的對象 那 將這個女神放在這個 一個神聖的地方 而是有一個保佑 即是對著她們的一個保佑 其實是很契合於整套戲的進程 因為整套戲是可以形成了一個 怎樣說 一個循環的不斷延續下去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生活圈 其實所有裏面的男人都是一些廢物 可以這樣說 是一些廢物來的 最主要來說 都是要給一些女人養 或者諸如此類 在裏面女主角為了養大她的女 以及為了可以令到她父親生活得好 她可以去做雞 亦都是曝了她某個 之前引她去做雞的那個女人 即是一個媽媽傘的後塵 可以知道其實那個媽媽傘 可能跟她本身都有相同經歷 而且在裏面亦都有暗示 其實女主角的母親 當年都是為了令到她的丈夫 或者她的女兒有一個好的生活 亦都是出去不斷去和人搞事 用自己的身體去換取生活費 另一方面到第三代 就是她女主角的女兒在後期都說到 原來她為了可以有一塊土地去開農場 亦都做了一些和女主角做過的相同的事 在裏面你會發覺到一種重複性是不斷地繁顯著 不斷地出現 即是成為了一個基調 而這件事在後來她主角的口也有提到 其實她想做這麼多的事 只是想令到她的女兒脫離這種生活結構 即是整個社會關係可以脫離開 但問題是其實整套戲 除了有一種不變性外 裡面其實也有一些變化 其實裡面你會發覺到 他們的生活世代慢慢變 裡面的女人所做的工作 似乎有些變的內容 即是可能由工廠妹做雞 但問題是整個社會結構都沒有變化 即是說雖然當初某些內容有變化 但整個社會之間可以運作到的形式 都是沒有變化 而正正一種由母親或者女性 去養家的一個不斷重複的循環性 這個運作結構 跟導演今次昌明在片首的時候 一個片段都是有一個契合性的隱喻 因為在片首彈出日本昆蟲記的名稱 剛好印上了一個片段 有一隻好像堆糞蟲不斷在泥土或者糞便裡堆 這種堆糞蟲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書籍都知道 堆糞蟲一身就是去堆糞 他們為了一陣子 就是希望在那些糞便裡找些最豐富的糞便 就是去埋賣生蛋 就是希望那些糞便可以令到他們自己下一代孵化 而下一代大了之後 都會去那些糞便裡 其實這正正跟整套戲裡面的每一代之間的女性所做的事都是一樣的 都是為了現存的社會 為了生存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其實這跟金村昌平的主子 即是他在《小津安爾郎》說過他會寫追蟲 《自死荒憂》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他這種創作的前提是非常之好 以及有一種佩服 因為很多小知識的電影都很喜歡找一些天才人物 或者一些傳奇人物 英雄去做一個描述的對象 但很奇怪地他們會將這種英雄會特別地人道化 所謂人道化處理 就是將一個懷有唇膏感的角色 就是將他所謂的人性方面的呈現出來 而這一種目的其實最主要來說就是令到觀眾自己 因為其實最重要來說就是 撇除了觀眾或撇除人的話 你那個電影根本就不可能成形了 所以一定要考慮這個條件 就是令到觀眾有一種疑情作用 就是可以說原來連英雄都可以這樣描述的話 我都可以描述描述描述 但是如果可以說金書昌平那種做法 就是他要向觀眾呈現這個生活的所謂真實化 其實他不是說再現那種真實 他是將整個社會結構的真實一面 是殘暴地冷酷地的呈現出來 更加適合於那種中產式的 很喜歡去傾向於人道化的處理 即是可能警察都是人 其實大監獄都是人 諸如此類的手法其實是非常之犬如 而另一個 但是相反地 金村那種透過去描述邪惡 其實反而是更適當 所謂邪惡 但其實根本就不是一種邪惡 可能會更適當地去 給觀眾看到所謂的線或是希望 我支持他 那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就會講一個適遺瑞美人 其實處理方法都幾相似 下一集見